生活在国外的野猪到底有多悲惨 丧彪带着满配的烧火棍 来到山里捕猎泛滥的野猪 调好精准度后 便在树上搭好的平台里埋伏了起来 两个半小时后 突然从山上跑下来几只野猪 一顿操作后 野猪倒地不起 换一个视角再看一遍 丧彪自己收枪 这丝滑帅气的连击全部命中 丧彪换上弹夹继续狩猎野猪 没一回 又跑出几只野猪 丧彪迅速举起烧火棍瞄准 几颗花生米射出又消灭掉四只野猪 第二天凌晨丧彪继续来到山里寻找野猪 昨晚下了一场大雪 山里已经是银庄素果 而这种天气最适合捕猎野猪 丧彪精神集中钉着前方 继续搜索野猪的踪迹 下一秒 一只野猪突然出现 第一只直接一枪毙命 第二只 第三只 同样逃不过丧彪的烧火棍 丧彪也是得意的微微一笑 不得不说丧彪这枪法真的是平准 紧接着 又在林中发现几只野猪的踪迹 丧彪顶珠呼吸瞄准过点 一枪一只小可爱 又使三只小可爱应声倒下 没一回在林中乱窜的野猪 又糊里糊涂地跑了回来 丧彪瞄准野猪继续开火 而每一声枪响都有一只野猪 丧彪丧彪丝滑的连鞠 路上已经躺满了野猪 而漫山遍野的野猪 丧彪接下来还有的忙 随后丧彪又来到平台上埋伏 与此同时 山对面跑下一只野猪 丧彪迅速举枪瞄准 一颗花生米直接打中野猪脑门 野猪应声倒下 虚见了嫦娥 丧彪不愧是老猎人 出香毙命中 而此时每多消灭一只野猪 农场就会少一分损失 而山上的野猪 比养猪场里的猪还要多 丧彪接下来还得继续努力